哈囉大家好我是王欣慧 在這支影片我會分享初學者該如何挑選Arduino版 以及各種零件的選購 那麼我們開始吧 我們該如何挑選適合的開發版與零件呢 大家最常看到的Arduino版應該是UNO這個型號 如果你已經有這個Arduino版的話 你可以直接拿來使用 但如果沒有的話 我推薦可以購買Leonado這個型號 Leonado跟UNO使用起來幾乎一樣 但是Leonado有兩個優點 首先Leonado使用的是最常見的MicroUSB 萬一傳輸線遺失你會比較好取得 再來就是Leonado有一個特殊的功能 它可以透過內建的晶片 模擬成鍵盤或是滑鼠 直接用Arduino來控制你的電腦設備 做出自動打字 自動傳訊息等功能 因此 可以做出許多跟電腦互動的有趣專題 這個功能是Arduino Uno以及其他開發版 所辦不到的 在選購Arduino時 很多初學者會購買這種擴充版 但我強烈不建議大家購買這種套件 這種套件的好處是 你不需要麵包板 就可以輕鬆的連接各種設備 但是 這種擴充版並沒有統一的規格 每一個廠商 每一個牌子的擴充版 使用的方式跟連接線都不同 如果你購買了某個廠商的擴充版 但是它卻沒有出你想要的按鈕 或者是特殊的感測器 那麼 就真的沒有辦法使用了 而且Arduino在連接電路上 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這些零件的個別連接方式 都非常單純 更重要的是 學會怎麼連接之後 電子材料行 所賣的幾百種的按鈕 各種LED燈 還有所有的感測設備 你都可以拿來使用 不依靠這種擴充版 你才能夠真正學會 如何使用Arduino 也才能夠真正發揮創意 創作出你想要的作品 而這種類似的Arduino組合 其實多數的零件 你可能也用不到 所以我自己在多年來的Arduino教學中 精挑細選了這些Arduino基礎零件 這些零件是初學者最容易上手 而且可以最大程度發揮創意 創作出差異化極大的作品 這同時也是我在實體課程中 為學生所選購的材料 這份Arduino材料清單 你可以參考下方的連結 而且 多數的零件 你都可以在實體電子材料行 或者是網路上 購買 而我也會陸續上傳這份清單中所有零件的教學 所以也不用擔心買回來不會用 不過你點進去看應該會發現 這些材料的價格比起其他販售的價格高了不少 這就要來說明一下電子零件購買的問題 像大家看到的杜邦線 雖然外觀看起來一樣 但是價格差異很大 麵包板也是有從幾十塊錢到一百多塊錢的 由於這些電子零件大多都是閃裝 你很難知道它的品牌與規格 正常的杜邦線內都是銅線 但是便宜的杜邦線 卻可以輕易的被磁鐵吸住 這是因為裡面的成份不單純 可能容易生鏽或是斷裂 麵包板也是 貴的麵包板價格可能是便宜的五倍售價 但是便宜的麵包板卻可以輕易被磁鐵吸住 內部容易生鏽 夾子也可能是歪的 無論怎麼樣都插不進去 店主的腳可能會太細 常常扭成一團 或是裡面的成份有問題 這些東西都是你在網拍的圖片上 沒有辦法辨認的 這也是初學者很常踩的坑 想說外觀相同 就買最便宜的 但是我們在練習操作Arduino的時候 常常需要拔拔叉叉 如果遇到零件本身就有問題 初學者根本沒辦法排除 在學習上就會很挫折 所以我更建議 初學者可以購買品質好一點的材料 而這份清單 是我跟廠商多次確認後 挑選過品質比較好的料件 同時也是我在實體課程中 讓學生所操作的零件 當然我更推薦大家可以去實體電子材料行購買 實體店面的材料通常品質也會穩定很多 去電子材料行之前 也可以看一下我之前這支影片 如果影片對你有幫助 記得要按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喔 掰掰 按讚